后边一个沈门跑过去 大家好,我是冰冰 我是阿欣 我们又见面了 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一下 我们接下来行走的路线 是,给大家看一眼 走你 我们现在的位置 在水阳这 要走一个大概的路线 是直接穿过内蒙古 之后去 新疆 然后到西藏地区 之后有可能会去青海 或者四川这个,都不一定 看大家对我们的期待 大家可以选择 我们暂定的路线是 123 这个是暂定的 大家可以给我们意见到时候 具体怎么走呢 我们会规划一下 大家可以参与 在下面留言给我们 走哪条线 会比较好 这次的话我们不想走高速了 可以走一走国道 但我们不太清楚 走哪条国道会比较漂亮 也想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好吧 新疆把他的大玩具给带来了 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 在路上 这连长这么大呢 上边是冷藏的 有我们经常吃的下拉酱 苹果 鸡蛋 也没准备什么 因为路上啊 随吃随满 只要是冷冻 冷冻 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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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 肉 我给大家看看 冰冰在做什么 我在查内蒙古 我们等一下从沈阳出发吗 我查但是最近那是通辽 那你说通辽 咱看灶草原不得往北走吗 所以我也想去乎伦贝尔这边玩的地方多 那就是北上了呀 那是直接金内蒙还是吉林黑中江 金内蒙咱东北人都 总去 哎呀这比较沉的没用的 赶紧坐个核酸吧 自驾油 我们现在刚刚做完核酸 准备出发去通梁 我们走高速 走高速的话是三小时 不走高速的话得五小时 路上也没有什么比较好看的风景 所以就选择走高速呀 我们现在去阿古拉草原的路上 现在是下午三点 中午没吃饭 经过好吃馅饼 我们来吃 这个地方叫什么鲜 海思改 海思改 好 我们先买点馅饼 看看我们买的馅饼这么大 四块钱一个 猜猜什么馅的 猜一猜 三二一 我猜是牛肉圆通 对了 你这属于作弊呀 你这味儿挺大呀 挺现烙的 这个大姐和大哥 但是好像沟通有一点问题 对他们听不懂 听不太懂 但我献学了一句 走的时候跟他说了一下 大家可以猜一下 我说什么意思 巴压日拉 什么意思啊 巴压日拉 巴压日拉 我们赶紧吃吧 吃完我们还得赶路呢 快到了 这大肉饼 没下云通 全是牛肉啊 这四块钱也太超值了 它跟星明连比一样 我脸可比它大多了 看一看太热了 哎那大姐吗 给我们那个弄馅饼的 在哪儿呢 能看到 给我打仗物呢 好 嘿嘿 走 进去赶路 我们现在到了阿古兰草原了 阿古兰草原是位于科尔沁 左翼后旗中部的科尔沙地 我们去看看蒙古包 那个蒙古包 我想进去 去看看吧 这块好像荒废了 好像太险了 这么大的草古包 搓门了 敲一下吧 然后突然就冲出来一个人 那门好像是开的 你别笑 你看 从这个镜头给大家看一下 你们先看吧 你们咋不开了呢 快来 你们咋不开了呢 快来 啥也没有 你进来呀 我在地上都是蜘蛛 没事你就当它没有 你不往下看 不往地下看 这是哪儿呢 挺有感觉 怎么看 你怎么看 你后边一个什么爬过去 不是好像是有什么 走吧 你把我扔下了 你把我扔下了 我们回去吧 你干嘛吓唬我呀 我没吓唬你 我只能看着有个东西飘过去了 什么东西 像一个小耗子似的 要么就是一个塑料袋之类的 我就喜欢这种感觉 23年建成 23年建成 这块是做什么啊 刀手 这个是145花海 这个是32个别墅 这一个先贿工 一个国际工 一个家族 就是7个亿 是吗 都已经谈腹了 对 这托手 23年 现在疫情就是满 那我现在站这个地方 值几个亿 7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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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值7亿 嗯 我脚踏7亿 走吧 我们走 朋友们我们到地方了 我们今天晚上就准备在这住了 猜我们停哪了 看一看 我们还有个大门 猜是哪 这上哪猜 我们停在了电业局 这个是电业局的一个小院 刚才跟小哥沟通了 小哥说临时停一晚没关系 我们还有保家护院的大门 非常非常的安全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所处的位置 和今天的路程到哪儿了 嗯 我们是从沈阳出发的嘛 对不 正后走到了通梁 现在所处的位置大概是这样 那其实 是属于东嘛 走了个十下 你怎么换了个弯呢 那是这样吗 对 大概是这样 那再挨一下 咱这图好 可以随便改 到这儿是吗 对 我们下一步呢 那眼睛呢 画完了 嗯 好小啊 这也得画一下啊 嗯 我们要记录嘛 是吧 我们现在且聊一下明天的行程 且聊啊 嗯 看看去哪 你说肥油吧 然后这么做 怎么做 这么做 今天就这样吧 明天我们再说 冰心自由行 伴您好心情 明天见